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是 人生三道坎 迈过去你就赢了 一起来听 苏氏曾感叹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的确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 道足且长 坎坷不断 其中最难过的三道坎 就是得失 名利 和生死 得失猿上马 名利水中鱼 生死云中垫 纵然我们尽心竭力 也多半难以掌控 唯一能掌控的 是我们的心态 得失 得故欣然 失意无憾 在跟坛上说 以物亦我者 逆故生增 顺亦生爱 亦好则生缠腐 太在乎得失的人 容易被欲念困住内心 患得患失 苏氏一生跌宕起伏 在德语诗之间 兜兜转转 历尽半生 才把得失看淡 任密州太守的三年 是他颇感苦闷的一个时期 因为和之前 他在杭州时相比 环境有天壤之别 杭州风景秀美 物产丰饶 人文浓郁 治安稳定 而密州 风景单调 缺一小时 人文辽落 盗贼满山 苏氏怀念恒州 心情低落 对家人也没什么好脸色 直到有一次家人劝他 为什么不能开心点 他这才意识到 对失去的耿耿于怀 已经阻碍了他对新生活的体验 于是他放下了 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执念 开始重新审视密州生活 静随心转后 他豁然发现 密州也有独特的魅力 地域辽阔 民风雄壮 他一扫往日阴郁 与朋友蹭电喝酒 和同事平刚为烈 快意豪放 雄心万丈 那个快乐的苏氏又回来了 逝者不可追 来者有可待 人生所有失去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这种心态帮他在数次贬折中 重新审视生活 收获异乡的美好 贬折湖北黄州 他公更于东坡 觉得做个黄州人挺好 贬折广东惠州 他惊喜地发现 罗浮山下四十春 发誓要做岭南人 贬折海南丹州 他觉得和海鱼海鸟 特别亲切 认为自己是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 后半生 得失于苏氏 早已淡如青烟 他欣然接受现实 以我心安处是无相的心态 把别人眼中的苦日子 过得生机盎然 妙趣横生 对得失的参悟 不仅让苏氏 四海皆能为家 也让他 得以窥见友谊的真谛 苏氏每次遭受贬折 都有很多朋友 离他而去 但他也惊喜地发现 那些真正的友谊 反而在时间的试炼下 历久迷心 正所谓 失之东鱼 受之桑鱼 人这一生 都活在得到与失去之间 得之故欣然 失之亦无憾 俗话说 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只有做到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才能真正活得 自在安然 名利 福明劳神 不如天真 天下兮兮皆为名利 苏氏也难以免俗 二十岁高中近史 被宋仁宗认为 是留给皇子皇孙的 宰相人选 不久后 他又考中难度非常大的 赤科三等 为北宋立国百年来第二人 自认为名满天下的他 在陕西凤翔 做签判史 便有些得意洋洋 对别人称呼他 苏贤良 欣然笑难 还仰仗着自己的名气 当面批评心法的总领导者 宋神宗 当时宋神宗不但没有生气 还嘱咐他 继续为朕 深思治乱 这让苏氏更加得意 逢人就说宋神宗的这句话 搞得人尽皆知 他的上司 陈知府见他如此 特意对他严格挑剔 想压一压他的名利心 因为锋芒太盛 总要吃亏的 只是苏氏当时还体会不到 后来 出尽风头的苏氏 果然引起了小人的嫉妒 被诬陷入狱 那时他才体会到 陈知府的良苦用心 发出 平生文字为无垒 死去生名不厌低的感叹 经此一意 他渐渐对名利不应于心 后来宋神宗去世后 苏氏被启用 短时间骤身高位 各种名誉赏赐无数 名流学子们 也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 苏氏不仅不为此骄傲 反倒深感负担 几次请求辞职外人 他深谙 名利及负累的道理 后来哪怕被赶出京城 一连遭贬拙 也能淡然处置 不仅自己心态平和 还劝家人 努力加餐饭 从海南被召回时 朝野上下都希望他回京后 主持政局 他却说自己 心如以灰之木 身如不细之舟 相反 那些因证明逐利 曾经陷害过苏氏的人 反倒生活在幽剧之中 每次苏氏被启用 他们都心惊胆战 名利至于人 恰似鸟龙至于金死雀 看上去很美很豪华 实际上很压抑 很费神 正如古语所说 名为故身所 立是焚身火 若没有名将利索的羁绊 身心便飘然如不息之洲 往东是美景 往西 亦是圣境 生死 参得透死 方才懂生 相对于得失和名利 生死这道坎 可能是最难跨越的 近况难时 不免怀疑生之意义何在 近况顺时 又遗憾 人生青春太短 苏氏对于生死的参悟 比一般人来得惨烈 也来得深刻 他曾经有过 误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经历 当年他因批评心法 被变法派中的小人 陷害入狱 与儿子约定 如果有死讯 送饭时就送鱼 一次儿子有事 拜托朋友给苏氏送饭 但忘了告诉朋友这个约定 结果 朋友恰好送去了鱼 苏氏以为死期将至 写下绝命时 诗中念念不忘的是家人 百台霜气夜气漆 风动锒铛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西角真无子 身后牛衣溃老七 百岁神游定何处 同乡之葬浙江西 经过这一番生死考验 苏氏终于体悟出 家人的可亲 生命的可贵 正因为如此 他出狱后 对待家人格外真爱 对待生活格外用心 入狱前在密州时 他曾因心情不好 训斥过孩子 但出狱后 他对孩子经常大加赞扬 甚至承认自己有狱而疲 入狱前 他曾遗憾妻子缺乏文采 但出狱后 他常用上好的纸张 抄诗送给妻子 还在大量诗文中赞美她 苏氏不仅爱护家人 也热爱着当下那些细微的人与物 在黄州 他把富人不屑吃 穷人不会煮的猪肉 小火慢炖 熬煮成千年美食 东坡肉 在丹州 他教授海南人民认字读书 培养出海南游士以来 第一位举人 江堂佐 环境越恶劣 他越热爱生活 他梳头 泡脚 睡足觉 一桩身体 他读书 煮茶 观风景 一样心灵 他参透了生死 在有限的生命里 活得如此热烈 所以当他面对忽然而至的死亡时 毫不畏惧 从海南被召回的路上 他生了重病 大陷将至 别人叹息他 回京要做宰相的 没想到却要告别人事 他却淡然说道 死生亦戏故耳 无足道者 生死都是小事 何足挂齿 临终前 僧人朋友嘱咐他 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 他却说 顺其自然 不必刻意追求 是的 与其重视死后 不如放眼生前 人终有一死 我们很难决定自己怎么死 但能决定自己怎么活 也正因为终有一死 所以生命的每一天都弥足珍贵 让我们怀着对生命的敬意 活好当下 不负光阴 古诗说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一个人若在百年时光里 整天忧愁郁闷 那么就算活上一千年 也未必能潇洒开心 若能放下得失 看淡名利 悟透生死 就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从此 一缩烟雨任平生 也无风雨 也无情 好了 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守候